我再转向其他的方面 任性的不经济是有钱人 北京新年报有报道 北京一个商家贴出了标语 不应该叫标语 应该叫小告示 中国人禁止入内 是不是这个说法似曾相识的 这种说法被指是歧视国人 近日有北京市民拨打电话反应 朝阳区雅宝路附近 有商家贴出了中国人不得进入的告示 对此该商家店员表示 之所以张贴这份告示 是因为自家只做外贸生意 不想中国同行进入店铺造成走款 而法律专家则认为商家此举 涉嫌歧视消费者 昨天下午记者看到 店门的玻璃上贴着一张写有 中国人不得进入 括号员工除外的告示 记者随后以普通消费者名义 进入这家服装店 刚进去便有该店的店员告诉记者 对不起我们不做内销服 而记者随即表示 我不是来买衣服的 只是看店门口贴着 中国人不得入内的告示 不得进入的告示 所以就特来询问 店员解释说 他们之所以张贴这张告示 是因为自家只做外贸生意 不愿意跟让同行造成走款 所谓同行是冤家吗 商业机密等等 有这种说法 而另外一位服装店的工作人员解释说 防止同行抄袭并不是主要原因 之所以贴这样的告示 那是因为有些中国客户 实在是太过分了 东市西市的 试了一大堆衣服 一分钱不花还不说 还对自己的店员恶口相向 态度还不好 自己的人手又少 与其伺候那些很难伺候的中国客户 还不如多赚点捞外的钱 其实我觉得贴这样的标语也大可不必 写这样的告示也大可不必 这是给自己找麻烦 毕竟您是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做生意 如果想不做中国人的生意 非常简单 到法国的香榭黎舍大街去开个小店 也可以赚外国人的钱 好的 以上